又說會幫我拍得瘦一點 我發覺看了那麼多條片 拍到最肥的就是這條片 上次我們拍到Kelvin很肥 今次我們將功補過 筋肥 上次Ken 和大家介紹了沙田龍拍山 一個以深色作主調的四房單位設計 今次Kelvin 介紹的是四房單位 面積1043呎 以明亮的淺木式作主調 和Ken 的設計做比較 有截然不同的感覺 交給好瘦的Kelvin 介紹一下 今次我們的客戶 其實他們是一對年輕的夫婦 他們都比較喜歡一些簡約的設計 同時間我們的戶主 有很多大量的衣物 和收藏品需要收藏 首先我們由客廳開始介紹一下 一進門口 我們做了一個上頂的裝飾櫃 右手邊其實做了一個中空的位置 這樣可以方便我們放一些大型的畫作 中間其實我們有一個開放式的裝飾櫃 連接著沙發的特色牆的位置 做了一個收藏的效果 除了可以襯托一些藝術裝飾品之外 亦都令到我們整幅特色牆 更加有一個層次感 客飯廳主要應用淺木紋元素 和白色雲石磚 令客廳更加明亮通透 而飯廳長身 沿用淺木色面 配金鋼線條作點綴 暗染門隱藏房間走廊 電視特色牆用了白色雲石磚 擁有溫暖療癒的視覺效果 護主需要大量的收納空間 和經常邀請朋友打麻雀 到底怎樣的設計 可以滿足到他的需求呢 交給好秀的Kelvin 和大家說一下 我們的護主其實很喜歡打麻雀 所以我們將其中一間客房 變成一間多功能的房間 做到麻雀房的同時 其實我們做了一個反床的設計 客人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變成一張床 大大增加了這間客房的實用性 而房間裡放了兩組裝飾櫃 給我們護主擺放他的收藏品 由於我們的護主 其實他都有很多衣物的存放需求 我們將其中一間客房的間隔 改動了 和主人房合併 為我們的護主打造了一個U型的衣物間 讓他收納他的衣物 整個主人房其實用了 雲石磚和淺木紋的材質 去呼應我們整個客飯廳的設計 客房維持淺白色調 感覺平和簡潔 衣櫃旁邊做了飾物架 被護主擺放裝飾 床旁邊亦有工作桌 方便護主書寫 不知好秀的Calvin大家有喜歡不喜歡呢 喂 說錯 不知大家有喜歡這次龍泊山的設計呢 有什麼意見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拜拜 拜拜 由於我們的護主 其實他有很多衣物的存放需求 所以我們將其中一間客房改動了 和主人房合併 是不是這樣